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负3.04 中国上海负1.31 再来看一下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利息最近是下跌了 因为连续有一些不是很好的消息 以美国来说 美国的十年债券点到了3.7 加拿大2.99 巴西13.2 墨西哥9.04 德国2.5 法国3.01 荷兰2.85 瑞士1.3 日本0.39 新加坡3.2 印度7.42 美国的短期利率 3个月4.87 6个月5.05 12个月4.81 2年4.59 5年3.96 10年3.7 30年3.71 利息团升上去又降下来 主要就是因为连续的一些不好的这些经济的数据 可能会让Fed Reserve在原来的计划 aggressive加息的这个事情上 多做一层考虑 就是考虑经济是不是能够承担这么大的待机 有一些区域性的小的银行 在这个高利率时代是不是能够survive 那么Community方面 Seed都有76块3毛 布兰特有82块3毛 Nature gas 2块4毛1 黄金暴涨到1883块 小麦679.2 黄金大涨通常就是代表 对经济有比较大的忧虑和避险的需要 那么这个银行的事情 目前这个美国财政部和Fed Reserve 都会采取一些措施去稳定市场 那么可能的措施 一的是FDIC takeover 或者是找一个大的银行 把它买过去 来稳定市场 不要让这样的一个属于系统性的这种危机 能够传染到别的其他的银行 这对市场会是非常不好 也是一个危机 那么一般投资人应该都知道 当你去购买债券的时候 你有两个收入 一个就是你收到一个coupon rate的固定的利息 另外就是由于利率的变动所产生的价差 如果买了长期的债券 利息往上走的时候 你的债券的价格就往下掉 利息往下走 所以你债券价格就往上升 因此有一些买债券的银行也好 或者个人投资 在去年 当美国的FDIC急剧的加剧 加率去把利率从0.25%一直升到了 这个4.6% 足处涨了4.4%的利息 在这么短的时间 当然长期的债券就会有很大的价差的下落 那么按照去年的表现来讲 长期债券就跌了非常的多 平均可能跌了20%以上 中期债券也跌了17% 而短期债券也都跌了11% 12% 像这样的一个巨幅的债券的下跌 当然就代表很多人卖掉了债券 造成债券价格下滑和利率上升 当然也受了Fedal Reserve的利息的影响 因此在这一波里 有一些把钱放到长期债券的一些投资机构 就会有很大的受伤 因此在这个投资的时候 除了要考虑它的这个利率和库庞内 其实也要考虑利率未来的走势 这是投资债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么目前面对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 和这么多的变动 投资人应该要注意到 就是对于你资金的配置的安全性 也就是说要注意到品质的管制 第二个就是要注意到资金的流通性 也就是万一发生状况 钱能够做一些流通 做一个liquidation 那么当然很多事情 过去发生的事情不代表相会发生 当利息涨到某一个程度以后 利息开始下降的时候 债券反而有可能会上升 那当然目前还看不出来利率已经到了顶点 因为CPI还没有下降 但是一般来讲 利率上升了这么多 然后CPI已经在逐步下降情况下 那么利息再往上升的幅度 也至少不会换像前面这么大和这么久 因此一般的判断 利息可能再涨个三四个quarter 也就差不多了 甚至也能说再涨两个quarter 我们不具备预测未来伦理 但是投资的基本原则 还是永远要掌握 投资的原则就是控制风险 管理风险 品质管制 然后要保住你的本 在保住你本的原则之下 去赚取较高的回收 同时要注意到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 和分散风险的一些基本的课题 我是萧音响 电话73-988-38888 谢谢 赚取较高的回收